OK OK 大家好啊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一课堂 开始我们今天的一个学习内容 那么首先呢 我们先是给大家强调一下 强调的内容呢 就是我们刚才这个孟孟老师说的 你如果需要当天这个课程的一个录播同学 你需要加一下孟孟老师的QQ 如果你没加他QQ 他是没办法把这个录播发给大家的 以及我今天所讲的这样一个案例当中 会用到一些文件 这些文件如果你想要和我的是一模一样的话 那么你需要 同样也是加一下孟老师的QQ 他会把这些文件 也就是我们接下来要搭建一个网站 这个网站当中会用到一些 文件以及他的一个模板样式文件 这些东西呢都需要 还有静态文件 这些都需要你加上孟老师的QQ 才能够获取的啊 那好 我先来给大家进行一下这个内容的一个演示啊 我们今天那个项目的一个效果 我们首先打开我的这个拍桥 我这个拍桥呢 这里我已经写好了一个这样的项目 我们直接用拍桥 电行EPR运行运行当前的这个项目就可以了 当然这里启动过一次 我再重新刷信一下 然后呢 紧接着我打开这个浏览器 注意打开这个浏览器之后呢 我输入它下面的有个提示的网址 你直接输就行了 127.0.0.1 冒号8000端口 然后紧接着你就会打开这样一个页面 在这个页面当中你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内容 视频搜索 对不对 然后下面会有它的一个搜索框 对搜索框 以及搜索的一个按钮 那我就可以在这里面去搜索我想要的内容 当然这是整个的一个网站 它应该具有一定的功能 它不只是一个什么 简单的一个页面显示啊 它应该是有功能的 比如说我们来搜一下这个孟孟老师 对不对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孟孟老师的这个相关的一个视频资源 在这里就有个罗列 这是它的一个信息 主演人以及它的一个系列格式等等 然后呢 我们打开这个百度云 当然这个你点击一下这个按钮 它会提醒一个百度云链接的一个跳转 那么首先我们要点击一下copy 复制一下这个区区码 然后紧接着我们去点击 这里应该是我之前给大家尝试过 所以这里我就不需要去填写我的这个提区码了 那么我们就可以给大家播放这个孟孟老师的这个视频 我把这个音乐给关了 我忘了 这个是一个啊 这个是一个 那我们来换一个 我们再来换一个 我们搜索一下其他的 比如说 我比较喜欢的一个美剧叫做龙母 对 里面有一个角色叫做龙母 叫中国版的这个神雕侠侣 对吧 中国版的神雕侠侣 那么这个美剧呢 我比较喜欢看 那么我在这里也同样是copy一下 然后呢 点击这个百度云链接 对吧 点击这个百度云链接 这个时候它就给我提示我 说你设想分享的这个内容侵权 然后什么时候 有可能是这个权力的一个限制 这个权力的游戏 好像得掏会员才能够购买 它这个资源可能会百度云给限制掉 大家经常去分享一些视频资源的时候 就应该会遇到这种问题 那么我们再换一个搜索的内容 除了这个以外 我的数据库当中还给大家背了一些其他的 比如说有个素人系列的视频 对不对 素人系列 那我们可以7人这个什么英文 我看不懂啊 然后呢 我们点击一下这个Copy 然后还是点击一下这个百度云链接 这个时候 它让我去搜索我的这个输入的这个提取码 我提取一下 对提取一下 然后就出现了当前的这个视频了 对不对 当前的这个视频内容啊 我等它播完啊 这个片头好久没听过了 这就是我这个网站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功能 当然这个比较简单啊 是为了能够方便让大家去学会我们今天的一个内容 所以只做了一个这样视频搜索的一个内容 那么首先在这里啊 我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在这里如果用Python去做网站的话 我们要用到一个叫做Jungle框架的一个东西 那么首先来问一下大家 大家的一个Python的一个基础情况 如果你现在已经学习了Python有一段时间了 你就刷个1 如果你刚开始接触 对吧 你还自认为自己还是一个小白 对不对 刚开始来学习这个Python的 你就刷个0 我来看一下大家的一个学习情况 然后我们可以针对性的给大家去讲一些内容 哦 我可以看到啊 这个1010是什么意思啊 你这是二进制吗 这个有0.1的 有0的 我看到好多是这个0基础的啊 所以今天我讲的这个内容也不会太难 当然我们涉及到东西也比较多一点 所以大家要去注重的去记忆 那么首先我还是给大家打开一个我们的一个 就用这个吧 好吧 我把这个删掉啊 把这个删掉 在这里我去写一下今天的一个内容 首先我们要去做一个这样的网站 网站的一个内容呢 首先我们要介绍一个叫做将购的一个内容将个框架 这个框架其实和你们之前所了解到的其他的一些模块啊包啊 哎有一定的相似性 只不过那他比较大 他不像大家想象的你安装一个库安装一个这个这个块子库你就直接导入就运了用了就可以了 而这个框架是一个大的东西啊 它是用来搭建我们的一个网站的做外部开发的 所以你的当前环境下你得点击你的当前的一个环境 看一下你下面是不是有这个将购的一个版本 那么在这里我推荐大家使用一个将购2.1的版本 如果你使用2.2的话我不不能保证啊 不能保证今天的这个代码你能够运行起来 因为2.2还是一个开发测试版 也就说白了 他有一定的内容或者说有一定功能是没办法适配的 大家要注意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先来去创建这样一个项目 我先在这里啊给他说一下 呃你认为啊搭建一个网站 这个将狗是来做网站的 哎搭建一个网站我们首先要做的是什么 你认为啊后台管理页面最重要 还是他的一个前端页面 对啊我们说白了啊 其实就分为三个部分 首先我们打开一个软器 打开一个网站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哎他前端的一个页面 对前端的一个页面 对前端页面 其次呢我们着重的是这个网站 他会有相应的一些后端的一些功能 能够理解吗 比如说我们登录一个网站 我刚才给大家看到我这个网站 他是不是能够点击这些搜索 去搜索相关的一个视频内容啊 当然你打开 比如说百度 你是不是点击一下百度 他也能够去网站上给互联网上去给你找一下 和你关键字相关的一些信息啊 对不对 哎 gethub这个官网 我们点击一下 你就能够去搜一下这个相关的一个内容啊 哎 这些功能的实现都是我们在后端去做的啊 后端去做的 而我们再往后注意再往后 那么比如说我搜索哪些内容呢 比如说我看那打 我在打开的这个浏览器当中 我搜索的内容是什么 我刚才给大家搜索的这个内容 是不是视频资源啊 那么这些视频资源是放在哪里的 你想想放在哪里的 他不是说哎 直接就是你一搜就有 他是有些内容是放在人家这个网站的后台服务器上面的 当然这个后台服务器上面会有一个叫做数据库 对不对 服务器里面会有一个数据库 这个数据库就是存放我们相关的这个网站相关的一些数据的 比如说你如果能够去进入到一些网站的后台的话 你可以看到一些当前这个网站他的一个注册用户信息 比如说你提交的这个用户名 注册的手机号 注册的QQ邮箱号 都可以在这个数据库里面都找得到 当然有可能他的一个数据库的数据信息进行了一下加密 有可能你是不太直观的能够理解到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整个的一个网站开发的一个阶段 前端后端以及数据库 而我们今天给大家讲的 我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Python着重于后面这两部分 注意后面这两部分 前端页面就是我们前端的一个内容 当然这个前端我觉得你要往南的学确实难 但是你要说我学个大概绝对没有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个前端都不算什么语言 什么HP苗对不对 这些都不算语言 而这些后端的功能实现 以及你的一个和数据库的一个交互 这才是我们编程语言所应该做的 那么我们接下来要做的第一部分 这个前端页面 我刚才已经给大家看到了 所以我就直接使用现成的了 我就不去自己去带大家去编写这个前端页面内容了 当然你也可以去网站上去搜一些前端页面的代码样式 拿过来直接用也可以 对不对 那么我们主要关心后端功能和数据库的一个能力 对吧 它的一个实现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数据库 那么当前我的电脑上呢 已经安装好一个数据库叫做MySeq 当然你的电脑上如果是刚开始学习的话 是没有数据库的啊 是没有数据库的 那我先给大家演示一下 看一下这个MySeq数据库 它的一个最重要的功能 首先我们进入到啊 你可以看到MySeq MySeq-U-R-O-O-O-T 这个是我们的用户名 最后跟一个-P 这是我的命令 进入我的当前的一个数据库 然后输入我的一个数据库的密码 然后我就可以进入到 进入到里边之后 我要去写什么 对我要去写我的Circule语句 比如说database databases就是代代表是展示我的数据库 对展示我当前这个MySeq里边所存放的数据库 你可以看到有一个叫MySeq的数据库 有一个叫做SYS的 当然还有一个叫什么 video的 这就是用来存放我的视频信息的数据库 那我当前我如果要想进入 我就得用yos 用一下这个当前的这个数据库 注意有分号啊 然后呢 这里提示你这个已经数据库已经切换过来了 切换到这个video之后呢 我们再来去秀展示 展示什么呢 注意我们这个数据库库里边还有什么表 就好想你打开一个文件文件夹 文件夹里边有很多一个叫表格一样 能够理解吗 那我在这里我就是tables 对展示我当前这个数据库下面的所有的数据库表 一秀展示一下之后呢 你可以看到当前这个数据库里边 注意这个当前这个数据库里边表有哪些 这些大家都不用管啊 大家都不要操心 这些这些因为它是自动帮你创建的 而后面会有一个叫做video info 以及一个video info 9 这是我当前 所使用的这些数据库的一个内容 你就可以使用circule语句进行查询 新 from 这些都是circule语啊 你不会的话不要紧 注意不要紧 我们一会告诉大家 我们不需要circule语句也能去做和数据库的一个交互 来查看一下我们的video下滑线info吧 就查一下这个信息吧 看一下这个表里边的内容 来看到这个表信息的内容的刷个鲜花好吧 看到这个表里边的内容的刷个鲜花 这个里边啊 注意这其实就是一个表 就和和大家看的excel表格一样 签名是什么 列名 video id 那对应的就是第一个 对不对 第一个视频信息 它的名称 video name 就是你的一个视频的名称 权力游戏吧 以及你的actor就是作者 主演 主演是龙母 素人 还有马克呢 还有我们的某某 对吧 当然还有你的一个来自于哪里 就是你哪个系列的 比如说是来自于美剧这个系列 对不对 来自于树人这个系列 来自这个沙滩上的某某这个系列 以及后面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些信息 这个视频的一个信息 video的一个什么 它的一个格式 1080p 2k 对不对 等等的一个分辨率 以及它的一个大小 还有你的一个语种 当然后面一些信息 我就不给大家去介绍了 这个比较多 大部分情况下 你可以看到这里会有一个叫做 UAL的东西 叫做百度云的UAL 那么当我们去点击刚才那个网站上 网站上的这个内容的时候 点击它的时候 是不是实际上跳转的是谁 挑选到这个网址 那么这个网址哪来的 对这个网址哪来的 就是从我们当前数据库里边 去找到对应的这条信息 然后呢 把它的这个UAL提取出来 然后实行一个跳转 能够理解吗 所以我们在这里先讲的是这个数据 数据库 你要先有什么 注意你要先有啊 你也可以先去创建项目 当然你也可以去先去弄你的数据 好比是一个人 你去撩妹子对吧 我喜欢一些比较有内涵的人去撩妹子 对吧 我的这个谈吐不凡 粗口成章 最重要的我还能够单手开法拉利 所以妹子相踪了我这样一个内涵 她远远也和我交往 那么所以你一个网站的一个内容 就必须得先有对应的一些数据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这些数据呢 我就直接使用这个现成的数据库了 注意我就直接使用这个现成的数据库了 我就不自己去创了 当然你也可以自己去创一个啊 好吧 我就直接使用现在的这个现成的这个 把这个数据搞定之后 我们就开始做这个项目 项目的一个开始阶段 开始阶段 当然我们用将购去做项目 所以我们也同样建议大家你使用PyChart 而且使用的是PyChart的专业版 因为专业版是针对于我们这个web开发比较友好的一个版本 那么首先在这里啊 这是我们启动过的 我先把这个项目给暂停 我们点击一下feel 然后呢这里new project 打开一个新的项目 我把这个对打开一个新的项目 在这里你就可以看到你当前的如果你创建的这个项目是一个什么 Python的基于Python环境的那么你直接选这个就行了 大家这个创建项目还有不会的吗 用PyChart创建项目比较简单 上面这两个选项一定要注意啊 这个是你创建一个新的虚拟环境 这个是使用我本地的Python的一个环境 他们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注意问一下大家这两个区别是什么 有些同学学了好久了都不会用这个PyChart 对不对 那么在这里我再提醒大家一句 还没有加这个我们孟孟老师的同学 你去加一下孟孟老师的QQ 把这个PyChart的一个最全的一个教程获得到 你会有你如果把这个教程给消化的了的话 你其实会发现这个PyChart对于新手还是比较友好的 它会帮助大家去减少一些不必要的一些操作 而且会有一些项目的功能的一些集中 都在这里可以进行一些完整的操作 对在这里我给大家说一下 虚拟数据库的表是手动创建的吗 对是手动创建的 那么首先像前面这个是创建一个虚拟环境 什么意思 他创建虚拟环境的话 他就会比如说你可以看到 我根据你的一个安康达下面的Python这样环境 创建一个虚拟环境 这个虚拟环境其实就是对我们本地的环境的一个复制 对 他复制的内容有限 如果你当前电脑上有一些包没有安装 对不对 但是你创建了一个虚拟环境 那么你需要在你的虚拟环境当中 也要安装一下当前的这样一个第三方的库 所以有些同学你会发现 你打开运行一个Python元件 有的时候你已经安装好这个库了 但是他提示你说没有这个库 对不对 你已经安装过了 你在这个peep list 然后去查看的时候 查看本地电脑上是有的 但是你用拍卡去运行的时候 他提示你有一个包错 那么在这里你就得去选择 你可以看到 当前我这里有两个环境 一个是安康达的一个环境 一个是我们的一个Python官网上下载的一个Python环境 这两个环境不一样 那你进行下切换 他们所加载的包也不一样 能够理解吗 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个环境的一个配置 OK 我们在这里就直接开始创建这个新的项目 我们也不教大家怎么去创建这个虚拟环境了 没有必要直接用本地的环境就可以 直接拥project的选择将狗 然后下面这些都给展开 注意把这下面这些都给展开 这是你的项目名 那我们在这里刚才是search 对不对 那我还是用search吧 video 然后我们取个名字2 注意取个名字 这就会在你的地盘上去创建一个文件夹 这就是你的项目名称 然后我们使用本地的这样一个项目 注意使用本地的这样一个项目 并且我要使用的是这个 python 对python就是下面这个不是安康达这个啊 是下面这个 为什么要使用它 因为当前这个环境下是有我已经安装好的一个将狗的 那么下面再往下更多的实质之理有我们的模板语言将狗 这个你不用动 templates这个也不需要动 这个是存放我们的一个html的文件的啊 目录你也不用管 然后再往下就是你模板文件的目录存放路径都放在这个templates文件夹下面 再往下会有一个app name 什么意思呢 指的就是我们这个项目下会有很多很多个应用 很多很多个app 也就好比是我们在这里要给大家讲一下一个开发的一个集体的一个流程 一个思想吧 画个图 首先我们假设啊 我们不讲那些有的没有 我们直接讲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 比如说我现在开了个公司 这个公司呢是一个科技公司 取个名字叫做马赛克 科技 公司 对不对 这是我的一个公司名称 那我问一下大家 这个公司里面只有对不对 还有什么 下面还有什么 它是一个整个的一个公司名 但是这下面还有很多的一些部门 比如说会有这种叫做 创意部 对不对 创意部 还有什么 比如说有什么这个财务部 还有什么 业务部 对不对 那么根据你这公司公司的一个大小 它肯定下分的一个部门有很多很多 一个大的公司它的部门肯定很多很多的啊 还有什么后勤保障部对不对 很多 那么现在我们做的这个网站也是这样的 我现在做的一个网站叫做 视频搜索 哎 视频搜索 然后呢 我后面注意我这个公司 这就好比说我的公司名称对不对 这就是项目名 那么下面会有很多很多个应用 负责具体的一个功能 比如说我们可以下分为什么 用户 对不对 所有关于用户的一些信息 我都放在这样一个应用里边 都放在这个APP里边 用户的登录 用户的注册 用户的个人信息 都可以放在这个模块下 当然还比如说还有什么 评论 对不对 你可以把关于所有评论的功能 都放在这个APP下面 当然还有什么 比如说我们的视频 搜索 视频吧 对吧 视频 因为我当前的这个项目比较简单 那么就好比是我的公司比较刚起步 刚创业 所以我下面没有那么多复杂的部门 我可能就只有一个这样的视频的一个子模块 或者子应用 能够理解吗 这个能够理解的刷走鲜花 好吧 这个能够理解的刷走鲜花 当然还有什么客服啊 这些都大家能够理解就行了 那么我现在我就需要在下面去创建一个APP 叫做应用也行 对吧 要应用 这是用派卡去创建应用啊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命令去创建 比较简单 那我在这里的名称就叫做 我想想啊 video吧 就叫video 哎 这就创建完了 我们点击create 注意啊 点击create 这个时候我们打开新的一个 等它启动 OK 现在就已经启动好了 我把这个我给拉走 我不让大家看这个啊 不要看这个原来的了 好吧 我们重新来做一遍这个项目 当你启动完成之后啊 注意 当你启动或者说创建完成之后 这里会有个进度条 你等它走一下 好吧 你等它走一下 走完之后啊 注意 走完之后 有些同学 你如果 注意 如果你是直接像我刚才那种形式去创建的 我告诉你 那么你当前创建的这个jango 它的一个版本可能是一个2.2的 因为你当前环境下 注意当前环境下 你如果没有这个jango的话 他默认给你安装这个最新版本的jango 也就是目前最在 正在开发测试的一个jango版本 叫做2.2 但是为什么我这里它是2.1呢 这是由于我在这个虚拟环境当中 也就是在我的这个命令行 在当前的这个项目录下 我是通过这个pip instar dejango 然后后面等等于一个2.1 这种形式去下载的jango 通过这种形式去下载的jango 所以当前这个虚拟环境下的jango版本是2.1 那么如果你是第一次 就是你直接用刚才的方式去创建 那你创建的是2.2 虽然你的一个格式样式 格我的这个差不多 那么你当你点击这里的小三角啊 这个小三角 它代表的是启动这个项目 并不是启动这个运行这个pip 你不要这样去点 你不要这样去运行这个urls这个文件 你不要这样去运行 你直接点击这里的小三角 这代表是运行我这个search video这个项目 这个时候你看到这样一个状态栏的时候 提示你这个项目已经启动了 你也不用管它 这些提示信息里面有哪些需要注意的 就是首先你的将过版本 以及你的一个项目的应用对不对 然后后面会有一个这样的链接 这个链接一定要注意啊 一般情况下都是这样一个地址 你打开我们刚才的这样一个 什么打开我们的这个网址 这个时候你再来把这个链接刷新过来 复制过来 你刷新一下 对不对 运行一下 这个界面就和刚才的界面不一样了 因为现在的项目不一样 它代表的这个界面代表的是你这个项目创建成功啊 能够理解吗 当你出现这个界面的时候 它就提示你当前你这个已经启动了 对 你的一个将过项目已经启动了 你已经能够看到这个界面了 这个时候大家就可以给自己一个掌声了 因为你现在已经是正式进入到这个项目的一个开发阶段了 在这里呢 有些同学可能看不懂英文 对不对 这些啥意思啊 这些提示都啥意思啊 没关系 我们直接回到拍卡 注意 我们直接回到拍卡 在拍卡这个界面上 我们找到一个叫做settings的一个文件 当然你也需要打开你的一个项目的一个结构目录啊 你来看一下 好吧 你来看一下 这下面呢 有什么 注意 整个的这是项目 这也是关于我这个项目的一些文件 项目配置的一些文件都会放在这个search 下滑线v6R 它和我的项目名是重名的 对 和我的项目名重名 不影响 不影响 你不用管它会不会冲突 不会冲突 而下面这个video是我们创建的应用名称 对吧 应用名称 我们先把它搜起来 我们先来观察一下 这下面这些文件都分别对应的是什么信息 首先这个大家不用管 这个不用管 好吧 你也不用去写 以后 以后你才会了解到 而这个settings呢 是关于我们这个项目的一些配置 文件 或者说参数都在这里去进行配置 比如说你使用的是哪一个数据库啊 对不对 这里它使用的是circlelet3 就是默认的这个数据库 db circlelet3 这样一个数据库 你后期如果想要使用mycycle 那么你这里的配置就要改 能够理解吧 还有这个manage.py 你也不用动 这个是对我们将过的命.py文件的一个封装 说白了 这个文件里边有一些命令 你也不用动 好吧 你能动的部分啊 我注意你能动的部分有哪些 就这个settings以及你的Uls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设置文件 在这里我们可以更改一下简单的一些设置 比如说我们刚才看到的英语 看不懂 那我在这里就改 zh.hans 这代表把我的内容 我的一个网页的一个显示内容 改为什么中文 注意中文 那么你再次刷新一下这个页面 好吧 或者你重新启动一下吧 我们在这里重新启动一下这个项目 看一下没有报错 然后我们刷新了当前的一个页面 这个时候你看到整个页面的信息 就没有出现刚才的英文显示了 而是什么安装成功 组合然后呢他告诉你 你现在能够看到这个页面 是因为你设置了一个叫做debug等于处的意思 那么在这里我们也简单去说明一下 这里有一个叫做debug等于处的一个参数的一个设置 它的意思就是如果我们作为开发阶段的话 最好把这个打开 能够方便的去观察到我们整个项目哪里出现问题 因为在这个页面上会显示你哪里报错 哪里有问题 那么如果你在后代就是你的一个网站成型之后 你的网站出现问题了 你当然不希望有一些用户 对吧 你能够看到你这个报错信息 能够看到你内部的一些代码 那么这个时候你就需要把这个debug给干什么 改成force 禁止 就是说白了 就是由我们的生产模式 由我们的一个开发者模式 对不对 生产模式改为我们的一个运用模式 使用模式 正常的一个使用状态 生产状态下 开发模式转换为一个生产模式下 这是debug 那么下面这些还有一些设置 比如说大家需要了解的就是时间 对 这里的时间 UTC 这是默认的美国的一个时间 那么如果你想要使用我们北京的一个上海的一个趋势 那么你就是 上海 亚洲 首先亚洲 然后上海 OK 这就是改一下时间 改一下你的一个时区 OK 这些改完之后 这些是基本的一些设置配置 我不需要给大家 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多的内容 就是基本的一些内容 设置 比较简单 然后 注意 然后我们来开始 因为你现在看到这个界面 其实是空白的 相当于是空白的 整个项目就只有这个界面 我现在想要让这个页面 像我刚才给大家演示的一个状态 能够显示各种各样的页面 能够实现各种各样的一个功能 那么首先我们要做的 注意 首先我们要做的 回到我们刚才给大家打开的这样一个内容 做什么 数据库 注意啊 做数据库 写数据 对吧 诶 写数据 刚才也有 老师 你不是刚才数据库里面已经有了吗 对 没有错 但是如果 注意 但是如果你的数据库表 你不会用CircleVG去创建的话 我们在这里 也不需要通过CircleVG去创建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叫做ORM的一个东西 叫做对象关系映射来创建这样一个数据库表 懂吗 也就是说你不需要去掌握这个标准的Circle的一些语法了 你不要去记了 你就直接去用我们的Jungle的ORM这样一个东西 对象关系映射来做这样一个事情就可以了 那么首先你打开我们的这个排架 进入到你当前的这个Virtus项目下面的一个叫做Model 所以进入到这个Model下面 在这个下面你可以看到 他说你可以在这里创建你的什么模型 Model是模型的意思 对不对 什么叫模型 在这里我们就可以通过一个模型类来创建数据库表 那么首先我在这里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这个模型类应该怎么来写 其实就是类的一个定义注意就是类的定义 这个类的定义有没有同学不会面向对象的 可以刷个一吗 有没有不会面向对象的 OK在这里给大家说一下 给大家说一下 你不用觉得这个类很难理解 非常简单 因为在Python里面其实是非常常见的 几乎很多地方你都会用用到类 能够理解吗 有一些比如说你用到第三方的模块 它里面也是要你去导入这个模块下的某个类 对不对 所以一定要去了解这个类的一个思想 说白一点 其实就是你现在创建一个模板 或者说叫做图纸 注意图纸 根据这张图纸去创建数据库表 能够理解吗 好比是你画画 把整个的一个构思 整个的一个绘画的一个构思写在这里 那么你现在就是来写这个构思 那么首先我们通过这个class关键字来创建这样一个汇物图的一个意图 首先你写上一个叫做 注意啊 大写 这是这个数据模型类啊 就是存放我们的视频 这个表的创建这样一个表 那么在这里你需要去继承自models点 models 你也不用问为啥 一定要去写一个这样的继承 能够理解吗 一定要写这样一个继承 继承自他 继承自他之后 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 其实就是一个表字段的一个设置 什么叫表字段呀 我问一下大家 什么叫表字段 你也不用想要特别复杂 我在这里都不用专业的数据了 我不用专业数据了 因为怕专业的数据大家听得晕 对不对 什么字段呀等等 说直白一点 就是列明 能够理解吗 这是一个表吧 每一个数据表 每一个数据库的表 表的表第一行 是不是有一个叫列明的东西 也叫做video id video name 对不对 那么他一列上面对应的信息 都是表示的这个id 表示的视频的名称 所以这个表字段 你就把它想象成列明就行了 好吧 那么首先我们要问一下大家 我定义的列明有啥 我们刚才看到的 对不对 我们刚才看到有个id 对不对 所以在这里我有个id的字段 对有个id的字段 在这里呢 就models点写上一个大写的autofill 这样一个类型 对这是确定这个当前这个字段 它的一个类型的 吗 它的类型 max lent等于一个11吧 这是它的一个最大长度 逗号 后面再写一个db count 什么意思啊 就是在表当中 它的列明是什么意思 就是列明的意思啊 那我们就写成一个 video 下滑线id 那么你可以看到啊 我们这个数据库表当中的列明 video id 其实在这里就是这个参数设置的 对这个参数设置的 如果你没写这句话的话 它应该显示的是谁 应该是一个id啊 对它的列明就应该是id 能够理解吧 那我们接下来给大家去讲一下这个 字段 它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设置方式啊 前面是字段的名称 对 就是你的列明 后面跟的这些是什么 对 后面的这些跟的是什么 首先这个autofill是设置我们当前这个字段的类型 这意味着你当前设置 我的id为主件 为主件 大小写要区分吗 这里一定要有大写啊 这个一定要有大写 好吧 这些该大写的地方都需要大写 这个id要为主件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 如果这些id为主件的话 我可以通过你的这个id来找到相应的一条信息 我找1 那么就找到这个权力游戏8 我找2 对不对 我就找这个内容 我找3 就找到马克这个视频 然后找4 我就找到这个沙特迷进系列 能够理解吧 这个是它的一个主件的一个功能啊 主件的功能 而后面注意 大家可以想象 它其实就是一个约束性的一个行为 能够理解吧 然后呢 它的一个意思 这个autofill的意思 就是代表的是自增 什么叫自增啊 我有1 对不对 我插入一条信息 那么第一条 再插入一条 第二条 再插入一条 第三条 再插入一条 第四条 不断的进行一个自增 这叫做autofill 它的一个类型的一个作用啊 然后后面的那种 注意后面这些参数 我们要给大家去讲一下的 就是这个最大的长度 其实这个比较好理解啊 最大长度 对对 然后后面是你的一个表当中的一个列名 表的一个名称 表列名 就这么简单 注意就这么简单 这就完了 能够理解吗 这就完了 那么下面你还有什么 想想 除了有id以外 这个表当中还有 name 对不对 有这个video name 那我在这里再来写一个name的一个字段 等于还是models点 这里就不用写这个autofill了 它不是自增的一个字段 而是一个自幅刷 对自幅刷 所以在这里是trafill的 然后呢 同样也是它的一个最大的一个长度 你把它设置为就是它的一个标题 255就够了 对吧 应该就没有这么长的一个标题 再往下 db column 就是你的一个列名 那么你还是写上 video 下滑线 name 那么你可以看一下 对应这个数据库当中的整个表 你来看一下 能够了解这个之间的一个对应关系吗 那么后面这些我就不给大家去 去一个一个敲了 没有必要 而且你再去做开发的时候 是有专门的人去帮你做这样一个 数据模型的一个架构的 做架构的 就是有个架构开发工程师 对不对 专门去帮助你去做这方面的内容 那么我就可以把下面的这些都给大家注意 都给大家复制过来 那么在这里还需要设置一个 比如说你这个参数吧 我在这里写了一个再设置一个参数 blank 当里有一个foss吧 这里设置的意思是为了他就是你的一个内容 不要去显示一个空 能够意思吗 不能为空啊 不能为空 对不对 你存放一条信息你总不能是存放那条空的信息吧 所以在这里我要设置这个字段不能为空 asword的就是你这个提取码 对提取码 这些都比较简单 你看一下这些基本的结构 一模一样 对 不用这么太多的一个要讲的地方 那么再往下 我们要讲一下 我们在这个类里边 我们还要去设置一个内部类 内部类 class 大写的 对 大写的 然后呢 冒号 不用加扣号 这个就不用加扣号 你也不用去继承 然后呢 在下面你就要去写上一个叫做DB 点台报 等于我们后面 我们写上一个 Vidual 下滑线 Info 它意思是什么 你的一个数据库表的一个名称 我们刚才给大家看的这个数据库表名称 Vidual Info Vidual Info 9 那么在这里现在已经有了这两个数据库表了 那我在这里这个表就应该进行个区分 我就改成一个 我想想啊 6吧 好吧 我改成一个6 Vidual Info 6 这样一个数据库的表明 对表明 再往下 你还需要相关的一个设置 比如说你如果你后台需要用心管理的话 那么你在这里要设置一下 让他等于一个能够看得到的 看懂的视频 这是他的一个意思啊 这是他的一个意思 在后台管理界面能够看得到的 以后我们给大家创建一个超级管理员 再往下 你还需要去设置你的 Vidual Info 表示复数的时候应该怎么去表示 那我们在这里还是写上这句话吧 就可以了 好吧 这些参数就是一个内部类 你去造的去写就行了 你先不用去理解 当我把这个给写完之后啊 我们先把这个项目给终止掉 注意 这个就是你写的色口句 能够理解吗 这就好比是你写的色口句 那么现在我把整个意图都写在这上面了 我现在要根据这个意图去创建表了 怎么来创建 我们就可以直接在这里进入到这个当前项目的一个什么命令行 或者说这个目录下 在这里我们要运行一个命令叫做Python manage.py 后面跟上一个migration migration 跟上这样一个命令 注意这个命令 你也不用去就照着抄就行了 好吧 照着抄 也不用说有没有改的地方 没有改的地方 就照着抄运行 回车完毕之后啊 他这里提示说 我这个models.model 我自己的models.video.video 不能什么 有更多的什么autofill 那么你看一下 我们这里的autofill哪里有问题 他这里啊 有个提示 他提示你这里出现问题了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 对 哪里有问题 你设置了最大的长度以及你个列名 那么我们后面可能还少了一个参数的一个设置 叫做 pring 不能写在这里啊 不能写在这个字符串里面 我们在这里 设定一下这个主件啊 设定一下这个主件 那我们在这里把它设置为主件 处 设置为主件的意思 这个键id 就作为我们这个表当中的组件 那个哦 我根据这个id就能找到这条信息 那么我们在这里再次运行刚才的这个命令 OK 当你出现这样一个显示结果的时候 就表示你这个运行没有出错 能够理解吧 这里的意思说明了 我带这里创建了一个model 模型类 叫做video 这是类的名称 对不对 然后呢 你可以找到一个叫做 migration文件夹 下面会有一个00001 点什么什么什么 点p1元件 那么你找一下有没有 找到它 migration 然后下面会有一个叫做00001 什么什么p1元件 你双击打开 打开之后来看一下 这里面有哪些内容 前面这些你都不用管 你主要关心的部分是这一部分 主要关心这部分 migration 下面有个create model 然后name等于video 就是我的一个数据库的一个 模型类的一个类的立名 video 然后后面会有相应的字段 id name 主演等等 这是我列的一个什么 字段 对吧 表的一个字段 或者说列名 这里的意思 其实就是我接收到你整个的一个 对这个表的一个创意 苏写的一个想法 把这个想法呢 归结成为一个这样的p1元件 然后注意 这个你在数据库里面是没有表的 没有表 没有生成 不信的话 你可以在数据库里面 去找一下 我们执行刚才的这个命令 show tables 你可以看到 还是video info video info 9 没有video info 6 那我在这里 就需要再执行一个命令 叫做python manage.py 然后呢 migration上面的呀 这个命令 你不用 你就改成什么 migrate 注意 把mac也去掉 migrate 然后呢 我们回车 回车之后 你看到什么什么应用应用 OK 应用OK 应用OK 最关键的一步是这里 最关键是这里 他说应用这个video什么什么这个文件成功 也就是把我这个主py文件进行了一遍执行 那么他代表的意思是创建 注意啊 这个整个py文件的作用是创建在我们的数据库当中去创建一个这样的表 对创建一个这样的表 对当前你这样去运行的话 你现在你去运行 你去查看刚才的数据库表是没有的 他也没有 那么有一人说 老师你这个创建成功了 为什么没有 因为我当前使用的是Mycycle数据库 而这里将够给你自己啊 自带的一个数据库是DB Circulate 3 这个数据库 这个文件 所以当前这个文件是在这里边的 你可以点击这个database 这里有个这样的功能 在这里呢 你创建一个叫做数据库 找到我们的Circulate Circulate创建一下它 然后这里有一个download下载的意思 你要下载这样一个驱动文件啊 你如果不下载 你没办法在这里去看你数据库表的内容 我们点击一下下载 让它去加载 对让它下载 对这个DB Columns 它的作用就是在你这里去显示什么 在这个表当中去显示你的一个列名 能够是名声 能够理解吗 当然你可以不设置 让它自己去生成 对吧 让它自己去生成 OK 当你的驱动下载完成之后 你点击Apply进行应用 然后点击一下OK 注意点击一下OK 当前这里的文件下就会加载一个这样文件 你不用管这个文件 你双击 注意双击一下这个DB Circulate 3 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一个叫做DB的一个东西 你点击展开 展开下面会有 你再往下展开 你一个一层一层打开 打开之后 你会发现这些是什么 我问一下大家 这些都是什么 这些都是表 注意这些都是表 这些都是将构自带的 比如说你的用户表 分类表等等 用户 你的用户表 你这些你不用管 什么是我们自己创建的 你找到一个叫做Vidio Info 6的一个内容 这个就是我们自己创建的表 注意这就是我们自己创建的表 能够理解吗 你双击展开来看一下这里边的列名 Vidio ID Vidio Name 是不是我们编写的相应的一个类的类名 类的一个属性 类属性 是不是你类的这个变量名 对 当然我得往线翻 ID Name 当然你这里用的是这些 对不对 你展开 打开这个表 那么你就可以通过PyChart 向这个表里面去添加数据了 你也不用去操作你的数据库了 能够理解吗 这就是Python或者说PyChart 它的一个优势点 你不用去操作这些数据库 在这里我添加一个 比如说我添加一个1 对不对 Vidio Name 你就随便去写 然后呢 组演随便写 Column 怎么嘛 这些你都随便写 都可以 对不对 都可以 写完之后啊 注意 写完之后 并不代表你这个数据库里面就有内容了 能够理解吗 并不代表就有了 而是你要在这里点击一下上传 对吧 点击一下上传 加载 或者说叫保存 保存到你的一个数据库 保存到你数据库之后 你整个的一个数据库表里面就有这个信息了 能够理解吗 这是Circulate这个数据库 但是现在我要教大家 我们不用它 注意我们不用它 我们企业开发也不用这种 也不用默认的这个数据库 我们用的是哪个 我们要在这里给大家去进入到这个设置文件 我们要使用mycycle 也就是在我这个命令行当中能够确实看看到对不对 一个新鲜的一个数据表 那么在这里你要去设置一下相应的一些内容 我们找到这个设置相应的设置叫做 Databases数据库 对数据库的意思 相关设置 那么在这里这个Circulate3 你就可以改成mycycle 对改成mycycle 然后相关的内容 对相关的设置文件 内容信息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以后你开发也是一模一样的 对也是一模一样的 首先这个内容的意思 就是你用的是哪个数据库 你的数据库的名称 我问一下大家 我用的哪个数据库 我刚才我给大家介绍过了 我用的是video这个数据库 对然后再往下要用到的 就是我们的user 你的用户 对不对 你进入这个数据库 是不是有用户名 有账号 那我在这里有个user 对有个user 写上我的一个用户名 我的用户名就是一个root 默认的用户名 root 逗号 一定要逗号分隔 再往下 有用户名 当然就有password 密码 注意有密码 这个密码呢 我也在这里就给大家公开我的密码 我的密码就是123456 就这么简单 123456 然后呢 再往下 还有什么 就是你使用的这个数据库 是本地的 还是一个远单的连接 因为有些同学 你要后面去做开发 做外国开发的话 有些数据库可能是远单服务器上的 所以你要进行一个远程的连接数据库 那么当前我这个数据库 是由于我是使用的本地的 你可以写成一个127.0.0.1 这种形式 它代表的就是本地 当然你也可以写成这个localhost 也一样啊 一样的意思 都是本地的意思 然后再往下 你要设置你的一个端口 端口 这个端口 一般我们都是一个 多少来着 3 你可以写上一个字符刷吧 3306 这是一个端口 这个设置一模一样 这也设置一模一样 当然你改的地方 就是你的用户名 以及你的密码 以及你的数据库名称 这些你就不用懂 你都不用改 好吧 这是我们数据库的一个设置 好吧 这是我们一个数据库的设置 把这些数据好之后 我们再重新进入到刚才的这个命令行 我们再重新执行刚才的两个命令 首先 生成一个牵引文件 对不对 生成一个牵引文件 这个时候它就说 Do you insta 然后my secure client 什么意思 你现在想要做的是什么 问一下大家 你现在想要做的是通过这个项目 让这个项目和我们的数据库进行下连接 那么这个连接的桥梁是哪里啊 对这个桥梁是什么 对中间的一个中介物质是什么 对我们要介绍的另外一个东西叫做 另外一个库啊 在这里要介绍另外一个库叫做 PUI my secure 对PUI my secure 通过它来进行一个数据库和我这个项目之间的一个链接 或者说通过这个PUI my secure进行什么 通过我这个模型类通过这个PUI文件和我们的一个数据库进行一个交互 那么在这里你就要去设置啊 注意在这里就要设置 你当前的一个 PUI my secure 这个时候就用到我们的INIT这个PUI文件了 注意不是这个啊 应该是我们这个项目下的INITPUI文件 在这里呢 首先你导入我们的一个PUI my secure 导入它 然后呢 你直接进行一下PUI my secure的一个连接 instar as my secure db 进行启动 这个时候啊 对这个时候你再去运行一下刚才的命令 然后呢 它提示你这个迁移文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 因为你在这个migration下看到这个文件是没有动的啊 没有动的 那么接下来你就可以直接使用刚才的这个 migration这样一个命令去 创建这样一个数据库了 创建一个这样的数据库表了 这里它会提示你说什么什么应用 然后运行没有什么去支持 对没有这个文件支持 那么你就得把这个文件 注意你得把这个文件给删除掉 把它删除掉 因为你的这个信息啊和刚才的信息不一致了 你得重新运行 OK 我再重新弄一下 这不是 这是不是要数据库的基础 这个数据库基础你要机会一点点就够了 会一点点就够了 好吧然后呢我们在这里看一下数据库里边有没有表有没有这个表并没有 对吧并没有能够理解吗 这个数据库里面没有这个表啊 注意这个数据库里面没有这个表 那么这个问题出现在哪里了 问一下大家 有这样一个东西啊 有这样一个签翼文件但是为什么没有对生成这样一个签翼文件了但是为什么没有创建成这个表呢 我把整个的一个数据库链接断开 对数据库基本的了解一下就可以了好吧基本的了解一下 这个数据库表并没有去创建啊对这个数据库表并没有创建啊 那么如果有些同学说这个买塞口你不会的话呢你就用默认的也行啊 我这里只不过是额外的就多给大家去讲一些内容用我们的这个买塞口去做的 注意用我们的买塞口去做的 哎这些都准备好追后啊 注意这些都弄好之后你去写什么 我问一下大家现在数据库有了能力吗 现在数据有了 因为我这个数据库已经创建好了里面的数据表对我就可以直接使用线程的 那么接下来你才是进入到这个项目的一个正式的一个内容的一个部分 就是我们的一个页面的一个显示 首先我们带领大家去做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显示页面啊 首先做一个简单的打开我们的拍卡 在这里我们要给大家讲一下什么叫做M 哎什么叫做M MTV吧MTV这个和MVC有一个区别啊 只是名称改一下 其实原理一模一样 你这里有了这个类了 你就不用动了啊 这个设置你也不用动 那么接下来你要进入的就是这个ULS这里 对ULS在这里 然后呢你要找到这个项目下的一个应用下面的一个叫做vios的py文件 在这里你去编写你的视图函数 当然这里我们用的是基于函数的一个视图 后面你做开发要知道怎么去基于类的一个视图 在这里我写一个index 括号写上一个参数叫做request 哎大家应该学爬松比较容易见到这个request 对不对 然后呢在这里我就直接 当然我在调用啊 我在这里rinder 对不对 你可以直接 我不用调用这个rinder 我直接显示一下这个response也行 好吧 我直接显示他的一个response也行 也可以去直接去显示他的一个页面啊 也可以去直接显示他的一个页面 那比如说我在这里看一下能不能直接导入这个 htpresponse 然后紧接着我就直接return 进行一个返回 返回的内容是一个大写的htpresponse 里边内容我们就写上一个信息叫做 哈喽 好吧 哈喽 然后注意啊 这是你写的视图函数 注意这是你写的视图函数 紧接着你要进入到你的ul下面 uls这个py文件里面去进行相应的配置 constd 在这里你要配置一下你匹配的规则 什么意思 就是你当你去走百度的时候 对不对 你写百度的时候你进入百度的首页 他就写有百度首页 对不对 你进入到新闻他会有相应的跳转 对不对 你有点百度点com 对不对 都会有一个链接的跳转 他这个ul都会改变 那么现在我们其实就在做这样 就做什么 我们的路由的一个配置 当我们的这个路由 或者我们的ul里面出现了这个 127.0.0.1 8000后面跟上一个index的话 那么它代表的就是调用后面的 我们要写上一个视图 当然你在这里要进行一个导入 导入我们相应的这个视图函数 能理吧 导入我们的这个视图 我在这里就直接用了啊 我就直接导入过来 你要从我们的这里 from当前路级下点 import导入我们的view 这样一个视图文件 你可以看到它提示没有 为什么没有 当前这个项目下是有没有啊 你看一下这个us里面 没有这个vios文件 这个vios文件是在这个什么应用目录下面 所以在这里你要去注意 注意我们要改改一下 我们可以在这个应用目录下面啊 应用目录下面去创建一个p元件 叫做us 这是我们项目的 注意这是我们应用的一个路由配置文件 我们应用的配置路由配置文件 和你这个项目的不一样 那么在这里你就要去配置一下 注意怎么配置 首先你直接有一个这样的内容 对吧 不管你出现什么样的一个配置 不管你这里出现什么 你都让它去跳转 但这里我写上一个inclone 让它去跳转到我们的app 叫做app 对不对 s.下滑线 对不对下面的一个video的一个应用 里边的一个us.py文件 进入到它的一个目录下 注意进入它 而且在这里我们也不用去注册这个像应用了 对你也不用注册了 如果你后续要增加一些应用的话 你需要在这里进行应用的一个注册 这里是我们的怎么说呢 这是我们的拍卡 帮我们自己去创建的这个video的app 它已经帮你创注册过这个应用了 如果你没有注册的话 那你下面必须得这样去注册 对 进行一下应用的注册 这是你应用的一个注册的一个方式啊 你后面再去写一个其他的应用 也需要在这里进行一下应用的注册 ok 你在这里就不用去写了 你不用去写了 因为拍卡一干 刚开始的时候就帮你做好了 帮你开 刚开始的时候帮你做好了 那我们紧接着回到这里 对我们回到这个项目下面 哎 我们回到这个项目 或是回到这个应用目录下面啊 应用目录下面的这个USPY零件里面 在这里你把上面的这个内容给导过来就行了 把这些导过来 粘贴进来 对粘贴进来之后呢 你其实用到的地方也不多 你首先你用到的就是你的一个视图 vils 对不对 然后呢 用到这个pass 也不用用这个incloth 你把这一行给删掉就行了 在这里你要去写上你的一个APP的名称 注明你的当前的一个APP的应用名 name等于一个video 对不对 然后呢 下面你就有相应的配置 我们的一个首页就是index 然后相应的一个视图跳转 就是vils.index 注意index 不要加括号啊 不要加括号 OK 这个搞定了 注意搞定了啊 这就搞定了 我们看一下这种各的一个内容的一个显示 我们运行一下当前这个项目 他说没有这个模块名叫做apps 我看一下 哦 我在这里我创建的一个项目不是叫做apps啊 我在这里回到我的us这里 不是apps 应该是我的video对吧 下滑线us 我们再一次运行一下 这个应该是刚才我想创建一个apps的一个目录的 OK 我们在这里启动一下我们 刚才的这个浏览器 进入到刚才的一个127点 这个界面 主界面 你可以看到啊 当前他提示你一个404 指的意思就是页面找不到 那么下面会有相关的提示 就是说你这个后面会跟上一个admin或者index 才能够找到相应的页面 那我在这里就跟上一个反斜杠 哎 关上你的如果你写上一个admin的话 那其实就是进入你的一个后台的一个网站的一个管理界面 懂吗 理解吗 我不进入这个后台管理界面 我们直接进入到这个主页面 就是哪个首页 index 来看到这个hello的把能够看到这个hello的给我刷个1 好吧 能够看到这个hello的刷个1 好吧 看到这个 看到这个字符了没 这就是我在这个页面上显示的 我做的前面一大部分操作啊 其实都是让他输入这样一个地址的时候 能够给我显示这样一个字样 我显示这样一个单词字符刷 怎么找到这个hello的 不要慌我慢慢来讲 前前面你听的有点晕 对不对前面你听的有点晕的同学你刷个1 我接下来慢慢给大家讲 好吧 我慢慢给大家讲 在这里呢 我就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趋势要给大家去讲这个项目的一个 整个的一个核心 叫做MTV 注意MTV 什么叫做MTV啊 什么叫做MTV啊 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 你要有些同学你可能学过叫做MVC的一个东西 是我们一个框架的一个核心思想 对吧 那我们接下来介绍的其实是 Jungle是一款Python的一个web开发框架 它和你的MVC有所区别 当然它也有一些基本的一些原理的相似 那么首先我们在这里要打开我们的画板工具 哎我就不画了 我就直接把我之前画好的一个图给大家看好吧 来能够看到整幅图的啊 能够看到整幅图的 我来给大家去讲一下啊 整个的一个内容的一个做做法是干什么 首先我们要讲究的是我们的一个客户端去发送一个请求 对发送一个请求 我表现大家发送什么请求 我发送的是这样一个链接对不对 127.0.0.1 然后8000后面跟上一个index 注意跟上一个index 这个一定要注意啊 它的意思是什么 它会去找到我们相应的这个项目的试图 对 试图 也就是你的vios 当然在这里它不是vios啊 这里它不是vios 它是进入到我们的这个us里面去找 你首先你找什么 找你的项目路由 项目路由下面有什么 我们想的呀 项目路由下面有什么 有什么 只有一个admin和一个空 对不对 你先看一下这两个规则哪个符合我刚才那个网址 我刚才给大家写的这个网址是index啊 一个下滑线 首先admin不符合 这个规则不符合 在这里你要知道啊 它其实后面还会给大家介绍一个叫做re下滑线的一个东西 pass 这其实叫做赠泽表达式的一个匹配规则 这叫做匹配规则啊 能够理解吗 匹配规则 admin不符合 那么我们的index就符合这一条规则 这一条规则你可以看一下 他就会进入到我这个应用下面的video 应用下面的一个us.py文件里面 那么你就跳转 进入到这个里面 进入到这个里面之后 他再次进行匹配 他发现你的网址 你的网址是什么 是一个127 127.0.1 然后呢 8000端口 对不对 反鞋 反鞋 index 然后这样的规则 前面这些他不用管啊 你不用管他 为什么不用匹配前面的 因为他默认就是这样的地址 能够理解吗 这个index 其实就匹配这他 匹配这一部分 8000后面的这部分 一看 这匹配的照了 对不对 规则一模一样 他就会进入到我们的一个视图层 就是我们的视图文件 也就是我们所编写的这个wills.py文件 注意 进入到这一层 能够理解吗 进入到这一层之后呢 他会有一个什么 函数的一个调用 index这个函数就启用了 启用的结果就是return返回 返回一个response 就是返回一个结果 这个结果的内容就是一个字符串 叫做hello 注意就是一个hello 所以他就会返回我的客户端 注意就会返回我的客户端 那么有一层的说 老师你后面这些模板和模型 对 还有数据库的交互这些没有用到啊 我这里给大家讲的是最简单的一种 对 最简单的一种 那么有一些同学就要说 那我如果当前显示的是 返回的是这样一个字符串 如果要返回一个页面呢 对不对 我完全可以返回一个页面 给到大家 所以在这里我们要介绍一下 我们要从我们刚才所学到的 或者说我刚才的一个项目展示部分 把我们的templates以及你的settings 这两个文件夹都给拿到 那么你可以直接在当前这个项目下去创建啊 创建这两个目录 对 直接创建这两个目录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 你如果不会的话 如果你不会你就直接把这两个文件夹 对把这两个文件夹 选择复制 找到你的这个search video 这个二这个项目 录机下 然后呢进行一下粘贴 也行 进行一下粘贴也行 粘贴完成之后啊 你可以看一下 你当前的这个拍卡里面就会多两个文件夹 一个是complace templates呢 是自己帮你创建的 下面会有一个叫做video 这就是我相关的应用文件 有一个叫做index的itml文件 有一个叫做 real对吧 root root的一个什么itml文件 一个首页一个结果 这两个itml文件 前面这些样式以及你这个文件当中这些写法 计程 对吧 加载你的一个静态文件 以及你使用这些样式 大家都不用管 这些前端的内容 那我在这里 返回的时候 就不要用到这个htpresponse 我就可以直接 reader渲染 注意渲染 然后呢我就想这个页面 注意渲染哪个页面 给我们的前端啊 给了我们的一个浏览器啊 我在这里渲染到哪个页面 不就是我的首页吗 所以在这里我要把我的这个首页给渲染过去 那么这个首页的渲染 怎么来做 哎 这个首页的渲染怎么来做 直接reader 这个是渲染的意思啊 首先还是第一个参数request 这个是必不可扫的固定的写法 你不用问为什么 你就这样去写 就行了 有这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也必须是他 后面写上你这个template下面的 注意template下面的 video下面的一个目录 叫做index下发现 index html文件 就是加载渲染这个html文件 然后呢 后面再写上一个叫做loco 这个就可以了 写上这个变量 其实这个意思是把所有的变量都写 渲染到这个呃 页面上 当然你可以写上一个字典的形式 你写上一个字典的形式就行了 当然我现在没有数据的一个交互 我就随便去写了一个loco 就可以了 好吧 我再次刷新一下这个一面啊 再次刷新一下这个 启动一下这个项目 我们刷新一下我们的浏览器 你看一下啊 我还是这个网址 我再刷新一下 哎 刷新完成之后 这里他有个提示 提示说什么search没有找到等等等等一系列信息 这就可能要和你相关的那种就是你这里的 这里 对你的这里 有相关的一些video啊或者说search啊一些功能 所以在这里有什么视频搜索 所以你可能看不到整个页面的一个显示的一个状态 能够理解吗 你可能看不到这个整个页面的一个显示的一个状态 那我在这里就要去添加我的整个的一个 功能 所以添加我整个功能 这是首页啊 注意这是我的首页 下面是这个搜索功能 由于大家听不懂我就不放下去给大家去讲了 在这里我就把这个直接拿过来了 好吧我直接拿过来 写上一个搜索的一个视图函数 这个功能就是用于帮助我们去查找我们的一个什么视频文件 对查找我们的视频文件 那么在这里你就可以直接去查找我们的相关的一些视频资源了 那么当然你在这里需要用到这个video这个类 那么你需要从我们的模型类当中去导入这样一个东西 那么点model model import点导入我们的video这个数据模型类导入它 然后呢当然你还需要导入就是我们刚才所添加的一个查询集 djan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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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db 点models 然后呢 import 一个大写的q 我们的一个查询工具啊 这是我们的一个查询工具 能够提供我们的一个搜索 好吧 当然你这个搜索出来之后 你看一下 如果我这里 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python的一个语法 如果我在这里 找到我相应的内容 我就进行一个显示 对 显示我的首页 如果没有的话 对 如果我搜索的框里面没有东西的话 我就显示首页 如果我这个搜索框里面有东西的话 我就提取出来 我这个搜索框里面内容 进行什么 哎 查询 从我的这个数据模型类当中 或者说从我的数据库当中 去进行数据的查询 那么在这里我就把这个图拿过来 对 对从我的这个数据库里面进行查询 查询到数据之后 返回给我的模型类 然后紧急着给到我这个视图对不对 给到我这个视图文件 然后进行页面上的渲染 把我这个数据全部显示在这个 root 这样一个H2ML文件里面渲染到这个页面上面 对渲染到这个页面上面 然后返回给我的这个扣端 返回过这个浏览器 然后我的浏览器才能看到相应的内容 那我们来看一下 当然我得把刚才的这些这些文件已经有了 对不对 这些文件已经有了 settings文件也有了 那我还需要做的就是匹配一下你的这个UAL 路径的一个设置 你没有设置它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查询 对你相关的一个查询 找到它在这里 我要配置相关的一个查询 那么在这里你最好再有一个内吗 再有个内容的一个参数 叫做index 有它 你如果没有它的话 后面的你的前面写的这些模板语言 模板那些语法就通通不能实现 能够理解吗 你通通就不能实现 你看到没 都不能实现 所以你在这里必须要去写上 那我在这里再来写一个 刚才是index 那我后面再来写一个search 对不对 再来写一个查询 再来写一个查询 这个index我也不用去写了 不写它了 直接空就行 好吧 直接空 然后调用相应的试图函数 然后后面这里我要写上一个叫做search 查询的一个东西 那么将硬的去调用这个里边的这个函数 试图函数 试图函数 然后呢这里的名称也要改 诶 这个是我的uul的一个配置 注意uul的配置 那我们在这里就直接重新运行一下 然后回到我们的这个浏览器 刷信一下 他提示你 对吧 没有 这个index没有 那我直接不去了 不用这样 来 看到这个界面的 看到这个界面的同学 刷个鲜花好吧 刷个鲜花 这个页面就已经显示了 注意这个页面就已经显示了 你就需要做这几步 注意这几步就显示了 首页已经显示了 注意现在你其实进入到是哪一层 是你的首页试图长 对吧 其实进入的就是你这里的一个试图文件 显示我相应的一个这个主页 显示我这个index这个itml页面 所以你在这个浏览器当中 你可以看到这个页面 信息 整个的一个内容 但是你的搜索功能能不能用呢 你就可以直接去搜 某某 对 点击查询 点击下这个搜索按钮 这个时候他就给告诉你 有个报错 对 有个报错 这个报错信息很简单 就是当前你这个表 没有这个videoinfo6这样一个数据库表 没有这个表 能够理解吧 所以我在这里要给大家赶一下 没有这个表 如果你创建成功了 如果你在这个刚才的这两个命令啊 注意刚才这两个命令 你成功的话 你是应该有这两个表的 对 你应该是有这两个表的 我把这个项目给终止掉 先 重新 如果你这里什么什么ok 什么什么ok 那么当前你这个数据库下面是应该有这样一个表的 现在是没有 就是没有 对 就是你没有成功 没有创建成功 那么你要考虑一下你哪里出现问题了啊 好吧 当然你可以直接使用啊 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去使用你的 你的本地的 就是你直接有的 已有的 那么比如说你在models这里 我改成一个已有的 已经存在了 你看到没 已经存在了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界面 能不能实现一个查询 没有找到符合条件的结果 没有找到符合条件的结果 这是说明你当前这个数据库可能就没有东西 我们来查询一下这个表 没有梦梦的信息 只有一条 对只有一条 所以他就给你找到一个什么 没有这个结果 返回的结果是没有相关符合条件的一个结果 那么我们在这里可以把这个名称给改了 我就直接使用现成的一个videoinfo这样一个数据库 直接用它 你使用现成的啊 现成的它也提示你当前这个表已经存在了 对当前这个表已经存在了 那我在这里来看一下 重新进行一下刷新 搜寻一下 有没有了 对这就已经能够启动了 已经能够进行一个查询了 当然我们可以搜一下其他的 也有 这个项目就算完成了 这个整个项目就算完成了 那我在这里给大家总结一下 你可以看到整个的一个步骤 对整个的一个步骤 其实就是这个图上给大家描述的 你按照这样一个思路去走一下 首先我们客户端给到的是什么 给到的是这样一个链接 这个链接 对不对 然后呢 它会去相应的去找视图层文件 就是根据你的路由的一个配置去找 符合你规则的 它就会进入相应的视图函数 能够理解吗 它就会进入你相应的视图函数 那么我们看一下 现在你进入的是search 查询 对不对 那么它就会找到你这里的什么 查询的 UL 那我们找一下 找到你这个search 这样一个规则 符合它的一个描述 匹配规则 它就会进入相应的视图函数 那么进入到我们的视图层 进入这里进行查询 查询完的结果注意 查询进入这个视图函数之后 里边还有需要注意的一点 就是治理这一部分 进行了一下 和我们的一个模型类的一个交互 对不对 它要从我这个模型里边去查询 那么这个通过这个模型 来和我们的数据库 进行一个交互 那么就是我们的ORM 这里首先找模型 模型里边相关的查询的字段 对不对 查询相关的字段 然后呢 查询到 从我们的数据库里边 查询到的话 数据库给你返回 给我的模型 对不对 模型再返回给视图 视图最后再进行一个页面的渲染 渲染到哪个上面 注意 渲染到哪个上面 你可以看到 它调用的是这个Verdio 然后下滑线一个result 这样的HTML文件 那么它就找到你相应的模板 然后把你的提取到的 查询到的数据 显示到 或者说加载到 渲染到这个模板文件上 渲染到这个HTML文件上 然后呢 把整个渲染好的这个HTML文件 返回给我的视图 对不对 试图在给到我的浏览器 所以你才能够看到 整个的一个这样的界面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这个MTV啊 整个的一个网站开发 将过开发的一个核心 最关键的部分 其实是这三大块 VT对吧 MVT这两个MTV 把MTV这三大块 是最关键的 和数据库的交互这里 我们当然也有一幅图 可以带上给大家去理解一下 如果你不理解 什么叫做什么ORM的话 我在这里给大家画一幅 高级的一个图吧 让大家去了解一下 对了解一下 我在这里给大家写个图 通过这个图 你其实就能了解 这个ORM对象关系映射 到底是什么意思 也就意味着 我们不再通过常规的一些circle语句 对我们的数据库进行交互了 而是先通过我们的Jungle 这样一个项目 对我们的一个创建的 一个数据模型类 创建一个对象 对这个对象的增三改查查询等等 其实都会转换为特定的数据库的查询语句 增添语句 删除语句 它会进行一个转换 只不过在这里你写的 比如说你删除一个对象 对不对 和你增加一个对象 创建一个对象 你写的都是比较常规的一些python语法 你不需要去了解circle语句 而它默认在通过这个ORM 会给你转换成circle语句 然后再进行数据库相应的一些操作 能够理解吗 所以这里其实就是一个 什么翻译官的一个意思 翻译官 你写的这个东西 人家听不懂 对不对 你写的这个python语法 表达了含义 人家听不懂 数据库听不懂 它只接收circle语句的语法 所以在这里 我中间这个翻译官的目的 就是把它翻译成 我能够听懂的内容 翻译成我能够接收的circle语句语法 然后进行相应的一些常规的一些操作 这是ORM OK 整个的这个项目就完了 这个整个的内容就完了 老师你真厉害 带带我这个小白 这里我们还问一下大家 还在听课的同学刷个1 好吧 还在听课的同学刷个1 刚才我在讲课 没有注意到我们这个孟孟老师 发的这个信息 我看到好像有 是有一个什么 我们的同学 加入了我们的一个VIP课程 对不对 那么在这里我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先恭喜一下 我们这个魏同学 通过我们的通讯课堂 支付了我们的一个学费 4116元 成功的获取了一个分期免息的名额 加入了我们的这个VIP课程 这个VIP课程内容是包含了我们的基础 进阶 加我们那个爬虫 再加数据分析 全套的一个系统学习的一个班级 如果大家对于这个系统学习班 感兴趣的同学 可以去加一下清风老师的微信 去咨询一下 好吧 你如果想要跟着我学的话 你可以去咨询一下相关的这个课程 其实我们整个课程都会在这个里边去介绍的 只不过我今天讲的这个内容属于是外部开发 有些同学可能对于外部开发并不感兴趣 那么你可以相关的去了解一下我们的其他信息 那比如说你可以看到 我今天讲的内容 其实在这一部分大纲里面都能够找得到 比如说 MySQL 对吧 数据库 它的一个常规的操作 对不对 怎么去交互 PYMySQL 等等 以及我的这个面向对象 为什么我能够去写这个类 对 创建一个这样数据模型类 还有你的什么 UAL 对不对 通讯协议 这里的你的HDP协议 通讯协议 Sircle的等等 这些内容 我怎么去做的 这些其实你在这个大纲上都能够看得到 如果你对这个课程感兴趣的话 你可以去加一下我们的清风老师的微信去咨询一下 在这里啊 在这里给大家说一下 如果你对这个课程感兴趣的话 你就可以去咨询清风老师微信 那么在这里给大家说一下的是 我们整个课程的内容 是在我们腾讯课堂上上课的 能够理解吗 整个课堂的一个授课模式是直播 每天到晚上的一个八点到十点 两个小时教大家 那么整个课程大纲上的所有内容 在四个月左右的时间内就能够全部学完 注意 整个啊 这个大纲上所有内容 四个月左右 每天两个小时就能够学完 而且 加入这个系统学习学班的同学 能够享受一些我们VIP特有的